ique 第一集我們小呢行賓Out 大家好 歡迎讀書 生活真美好 我是童彬 在農苗宿一樓邊 一直撈對農友 能夠食材 推動到產消留一點一段時間 可以說也是非常辛苦 為了要讓我們的民眾 可以了解說 為農友財政 跟他們一直修行 整個的過程 所以說我們的農友 就要經過的說 還要手 我們所要去做這個紀錄 也要再把他們 用電腦下去做登錄的動作 所以說非常辛苦 但是在政府的推動之下 我相信說我們的農友 慢慢的 對我們的農業 可以說的越來越發展 所以說我們今天 在我們這個當中 邀請到一位 可以說是這個大師級的 因為他的這個紅龍果 可以說是我們的台中外部 真的說的 趨之一止 他的東西是 在我們台灣 國內你看得到他自我 又已經賣到國外去 今天的我們這位 是來做台中外部 我們的紅龍果產銷班的班長 第一班的 歡迎我們的簡歷歲 簡大姐的簡班長 謝謝 謝謝鳳梓小姐 我是沒有風 今天說的那麼好 但是我對紅龍果的照顧 每天都是 每天幫他寫日記 其實你剛才說的 跟他當中的小孩在照顧 我相信 因為天下地 媽媽都是一樣地 都會自己的兒子 鼻鼻鼻鼻鼻鼻 人家說三高下豬 我看你的火龍果 跟外面都不一樣 很鼻鼻 很大顆耶 你看他又白又嫩耶 對啊 還有 你像我們現在 以前我都想說 火龍果是我印象當中 就是像我食材這樣追割 我都叫他火龍果 剛才我看到那個哥哥說 紅龍果 我再跟你問說 他搞是不是 你說你說沒有 那麼 紅龍果 是像純粹是單純紅龍果的嗎 那麼火龍果 到底他的稱謂是還會回來的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我們外骨紅龍果 他這個火龍果 以前是都叫做火龍果 因為是越南品種的 白肉是越南品種的 有的人說 紅肉跟白肉還分不清楚 今天你看到這個火龍果 紅肉跟白肉的 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紅肉的 它的果形會比較圓 比較圓 比較圓 白肉的果形 它比較圓 它比較圓 它是這個是 這個是越南品種的 白肉是從那邊過來的 紅龍果 它是那個 它是熱帶雨淋的水果 所以我們說的 我每次 我每天都要洗 我每天都要洗 一禮給它洗一口 洗一口 上面就是 澆灌噴水 因為它需要滋潤 然後 然後呢 我是每天幫它寫日記 如果你有手機的話 掃描我這個QR Code 你會看到我的履歷裡面 我是每天有跟它寫日記 我今天做什麼工作 產銷履歷 我今天噴水 灌溉 柴果 摘花 或是套袋 我在我的產銷履歷 每天都有記載 你看看我們現在現場這半 真的說的 我跟你說品質不一樣 他如果說他第二名 沒有人說他第一名 你看這個紅色 紅泡泡 你看漂亮 有看到沒有 因為我跟你說 我蒸兩天再去買火龍果而已 你後來我也都要紅泡 因為紅泡 香脆比較有 紅泡也比較甜 對不對 白泡 有一個炒脆味 所以我喜歡吃紅肉的 等一下我想要試這個白泡 你說我好吃的白泡 都有炒脆味 我等一下要吃看看 我們的剪班長做的 你知道嗎 看他這個品質多好 你看不會太夠分 也不會不夠分 你看整個 它紅得很均勻耶 對不對 現在我跟妳問我們剪班長一個問題 因為他照我的這個 過去的印象來想說 這個水果是 一年水果都有各種各樣的水果 對不對 但是 一直我都認為說 一年水果我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火龍果 這個問題 因為我這個火龍果是做產劑調節 你現在看到我這個火龍果是燈造果 燈造 燈造果就是 因為火龍果它要日燈12小時 我們冬天的時候都不夠 好嗎 產劑的時候 白肉的時候 到10月10月底就差不多結束了 紅肉可以到11月12月 這樣嗎 所以我們9月份的時候 中間一個過後的時候 我們就給它酒店會 酒店會的時候 延長它的產期 延長它的產期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果 應該正常啦 我們中部 6月底都還沒有那個白肉的紅龍果 要7月份才有 7月份才有白肉的紅龍果 但是南部呢 它6月份就有白肉的紅龍果 就白肉的紅龍果了 這樣喔 是喔 因為它那邊比較熱 所以產期 它能提早我們1個月 它也會縮短我們1個月結束 所以我們做產期調節 就是把它騙出來 現在說 跟它騙說 現在是白天喔 要用日當日照 開始照照 所以它就會 它會被你騙了 它就會再生出來 不怪的 你是用那個騙數 這樣一年數 整個都吃到火龍果就對了 沒有 不是這樣說 現在喔 我要替我們觀眾朋友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剛才有跟大家的觀眾朋友說 像我們的這個 台中外部這邊這裡 種火龍果有辦法種得這麼好 其實是不是跟我們這個 我們那裡的地理環境 還是水分有什麼差異嗎 這我要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火龍果是熱帶雨林的水果 所以 佐水溪以南來種 它這個水果都很好吃 但是我們中部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中部那種不一樣 外埔區 它有 它舊名叫做 豬家鎮 豬家鎮 對 豬家鎮 例如你去我的山上看 我那是 虎頭 虎尾是在那邊 對 豬家鎮 它那個山上就是在那裡 它的灌溉水質 它的水質是 水源地是很清澈的 地下水清澈的 地下水抽出來的 所以那個水質跟地理環境 還有氣候都有關係 所以它那邊 我們中部的不是很熱 但是也不是很冷 所以我們的水果種出來的 那個水分都很飽滿 吃起來口感會不一樣 這樣是不是 你那裡的水 土壤 地理環境 是不是最適合來種火龍果 對我們那裡說 是這個火龍果是最適合的 喔不怪 對 你都不種白香 你都真正在種火龍果 火龍果攤比較多喔 火龍果更重 對 對 對 沒有啦 其實開玩笑喔 因為我們不管喔 像做人事的安排 也一樣 對 這個人明明他就沒有社會 做主管 你要去找他做主管 他就是不適合 對 我剛才外包這個圍地 我剛才種火龍果 它的產量 會比較好 甚至中部的水果比較優質 當然我就是要種火龍果嘛 對 對 就是這樣子 這樣好 既然是說 對你自己的火龍果 這樣有是不是 我跟我們請教一下問題 我們觀眾朋友可能也是 要去來問 那到底有開放金罵嗎 有沒有柴果熱這樣 我之前喔 是沒有做這個 行銷這一方面的啦 是 因為我怕喔 柴果熱 我去年喔 很多單位來給我 給我連絡 他想說要做這個柴果熱啦 但是我怕說喔 旭俊感染 因為 現在都市的人喔 都想要去鄉下的地方 走走走走走走 他現在如果走去那個地方 又走來我這個地方 我就是怕他把那邊睡 然後帶來我這邊 對 因為今年 今年喔 大家都一直說 班長都不做 我們是要怎麼做啦 所以我就想說 啊不然 我們就要做一個領頭養 是 是讓人來採果 我今年已經 接了四批遊覽車了 喔 那麼 最後一批的 今年是上個禮拜 最後 上個禮拜那一批來的 最特殊的 就是殘障人士 喔 殘障人士 我說喔 實在很感心 大家都騎那個市內 去我的果園裡面 我又把他用到拔拔拔 除草除得很平 然後讓他們可以直接下去 很高興耶 然後我的果是 掉在面上 我沒有漏啦 我一定是老得下腳的 他們可以直接去剪 剪那個火龍果 他們好高興 只有看過 沒有剪過 今天終於看到了 喔 大家都好高興 我也說這個 我到現在目前為止 吃到四十萬歲 不要去萬貴火龍果 但是我有採過什麼 永遠都是採草莓 我永遠都是 我連蜜月旅行也是採草莓 你要泡多苦呢 結婚的紀念日也是採草莓 蜜月也是採草莓 蜜月也是採草莓 營營也是採草莓 好像都沒有香水 又在那裡採啊 你知道嗎 所以說真的 你推廣讓人家去到你的果園 去採果熱 我覺得這個很好 對 因為現在的人生活壓力重 小孩子又沒有去讓他體驗到農業的生活 其實提供這個我覺得不錯 我再問前班長一個問題 其實你現在已經加入我們這個 產銷履歷班的這個 這個採種的這個過程 就是已經提升到產銷履歷嘛 但是在你還沒加入產銷履歷 之前是怎麼做火龍果的 這是這樣啦 因為我做火龍果也是一種偶然 我以前是在做文殊的方面的 對 文殊方面 對啊 也沒有接觸這個農業方面 是因為我公公走了以後 他留了一甲多地的那個田地 所以我們就想說 沒有來種火龍果 剛好有先輩就是范班長 范振興 他是十大神農獎的那個得主 他跟我說 所以我就說 好 我們來採看看 剛才我開始採的時候 那是很快吃的 不會 只有咬採而已 施肥 罐蓋 什麼都不會想 人家說 那人去農業店買什麼 這就是罐大顆的 這就是露汁的 露什麼 這樣給不用 其實裹起來 吃起來 真的是沒有那個口感 真的喔 吃它的跟吃我的 我就覺得很沒有口感 然後慢慢地去學習 農糧署 農事所 都有派人來問班 教導我們怎麼做 這個時候要放什麼東西 這個時候要放什麼東西 這個季節螞蟻很多 要防治螞蟻 這個季節刺麻 什麼糖很多 所以要做防治 而且農事所都會提供一些 那個有機之材 好玩試用 所以我們的水果 都是無毒的 沒有毒的 而且我們是草生栽培 什麼叫採生栽培 草生栽培 草生栽培 什麼意思 草生栽培就是我們的 我們沒有用除草劑 你除草劑噴下去是不是 白癡狼股面臉 對 我們沒有用除草劑 我們是讓它自然生長 然後再塞車去 把草把它搭掉 搭掉 搭掉 草生栽培 你就是因為說 一開始你也對我們這個 的草劑都沒有熟悉 所以說 頭身也是人說的 試試看 不知道說 因為剛好有一個姻緣聚會 實際上那個范班長 你要斷那一段 就說 可以讓你做得直接加 我們的產消履歷 就叫一些專業來幫你打 我們輔導 幫你輔導 然後你這真真真 把你的水果 像你這樣看起來 你感覺自己產消履歷 這樣好好不好 當然也是好啊 你現在消費者都很聰明對不對 我自己產消履歷的時候 我直接賣出去 消費者只要掃描一下 我當時噴水 當時除草 當時施肥 它上面都會記載的很辛苦 而且我是每天 每天下日記喔 我替我的紅龍果 是每天在寫日記的喔 不是說 一個禮拜寫一次的喔 你只要掃描進去 就可以看到我的資料了 就是三張EQ的這個標籤 對 就是讓我們的觀眾朋友 來領養一個安心 對喔 你真的也安心 像我們前班長 你這樣自己 我們的產消履歷已經多久的時間 我們班喔 我們班是 去年是二十幾個 今年已經通過 我昨天查的是三十五個 一般的那個 產消班都是二十幾個啦 是 我們班是最大班的啦 這樣喔 四十幾個 好厲害喔 我們有三個 三十五個人已經 已經有產消履歷了 像我現在目前知道是說 你加入我們的產消履歷 其實對你幫助很多嘛 對你的出來幫助啊 這會加在我們的產消履歷 他們有什麼改變啊 當然也是有啊 我有改變 我的農友一定有改變 對 我要跟他們帶他們 這個產消履歷的時候 是 我們是官方那邊 會給我們做輔導的 先把我們輔導 當然是我們是十幾個 先進去 我是第一次的產消履歷 先進去的 現在進去的是第二次 也是那個農糧署啊 農業籍他們都 一起來幫我們輔導 讓我們的產消班的 班員可以盡量的 進來這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 有三十五個人 已經進來這個產消履歷 是 至於這個對 有這個產消履歷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拍賣市場的時候 你只要有這個三張 三張EQ的標籤 它都是優先拍賣的 是 對 這個是最好的 對 因為大型拍賣價 一定是更好的 對 所以說 這個我們辦案 大家也都很認真的 在做這一塊事情 然後 然後呢 我們現在出國去國外 這邊外銷嘛 對 我上禮拜外銷去加拿大 喔 加拿大 對 加拿大是海運的 但是要不夠 是喔 要24天 喔 要24天喔 要24天 你現在看到這塊 就是我外銷去加拿大 這樣喔 對 但是你去國外的時候 你不可以 蠻太熟悉的 一定要比較脆 對 因為他去到那裡 才會催促 所以說 你現在說的就是說 不是只有你而已 你會搬優的實驗 帶受益良多就對了 對 對 可以改變的通路 改變的 就是提升它的價值 對 再來就是 可能對我們的土地 環境也有很大的幫助 肚子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剛才前面說得很厲害 對 再給我們請教一個問題 像這樣喔 你們用這種的 會你算是 友善農友 對 要可以說 用這樣的方式來 做我們的這個素材水果 請問我們的這個前班長 像這樣 對我們現在目前 你的這個 藝術有開放的柴果園 像這樣對這個 有什麼更好的幫助嗎 喔 你說的這個柴果樂 現在因為 這是一個趨勢啦 是 因為現在喔 因為那個雙薪家庭 還有 禮拜六 禮拜天連假這兩天 很多家庭都會出來採果 而且尤其是土地小孩 基本就不知道 鋒龍果是誰的什麼 對啊 不要說他啦 我想你可能也不知道 他就是誰的什麼 我確實不知道 對啦 他那個枝條 始終轉起 一顆果 要到你可以吃 大概六十天左右 然後今天菜市場賣你這一顆果 六十塊錢 給他一天一塊 他慢慢的去培養的 是 所以說很多雙薪家庭會帶那個小孩來採果 不然就是遊覽車過來採果 他們就會體驗到說吃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怎麼那麼辛苦 一顆果就要等兩果才吃得到 他們沒有去體驗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過程 所以說很多爸爸帶小孩來跟他講解的時候 小孩子真的都是很高興 而且我的果園是友善的 所以他在裡面會看到很多樹 還有那個蝴蝶 這是一個觀光行業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已經采國所屬於一個觀光業 觀光業提升了嘛 但是現在去幫你那裡 這個蝴蝶水果 我們的家裡產消利益 跟你現在這樣做的方式 會不會提升我們的 譬如說你蝴蝶起來的火龍蝶 像這樣會不會提升他的經濟效應 介紹呢 介紹當然也會提升 你有這個標章 人在買的時候 人就會去查詢 這個人種這個水果 什麼時候用油 什麼時候 他吃的 他買了 他吃的比較安心 安心 對啊 像說你今天買東西 你都不知道這個 不知道要討論 不知道要加一個 你在市面上看到紅龍果 沒有這個 你都不知道 這個紅龍果 是不是昨天噴藥 今天採下來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這個我們有這個三張 1Q的標章 你就可以仔細去查詢 它這個是什麼時候 噴藥什麼時候 噴水還是除草什麼 它裡面都有記載 所以你會吃的會比較安心 沒有那種 比較不怕怕有沒有 那種問題 我相信有很多人 他在想要自己的產銷 你 前班長這樣不錯 你這樣自己的產銷 你不是自己 可以帶動我們的觀光 還可以讓你的會員 還可以提醒 現在的觀眾朋友 喂 鳳條給你問一下喔 那台中 我是不是去當一位晚 啊 感覺前班長 那比較有而已 請問你 你問什麼 這個問題啊 那你如果是打電話直接過來 我有電話當然是最好的啦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只要打到當地的 像我們台中市外埔區農會 你只要到當地的電話打過去 問說你要去採外埔的紅農國 他一定會跟你介紹 對 因為我們外埔有很多景點 對 有很多景點 曾公農會就跟你介紹 對 有比較安心安全的 有經過產銷履利的果園 可以讓你去採外埔的 對 這樣我了解 所以我們觀眾朋友 像這個 你不用再去問我 只要去問農會就好了 當然 如果是可以 是盡量找我們一個班長的農園 如果真的去的 你就不會舒適 那個地方 你比較不知道 也可以去去問其他地方 其實我們現在 提升了我們這個 人家說柴果肉 現在正常常常常 很常常 像去外埔 我們就知道要去採外埔 對 頒這個火龍蝦 對 其實我稍微有在外埔做一個功課 稍微略知一二 所以我有做功課 但是呢 畢竟你是外埔在地 對不對 所以我們跟電視機觀眾朋友 介紹說 如果在你那邊去採訪 有幾個景點 可以跟你們介紹一下 說到這個 就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外埔的幾個景點 最漂亮的景點就是童花步道 然後還有因為我們外埔有那個高鐵經過 我們也做一個高鐵觀景台 那個景點也不錯 然後我們水流東 休閒農業期有好幾個景點 也可以去走一走 自己吃的方面 我們那個星夜大地的晚上那個景點 沒輸日本的韓館 而且它還有火龍蝦大餐 這樣 對 但是要先預約 要預約叫火龍蝦大餐 對 它的十道菜都是跟火龍蝦有關係的 那不就火龍蝦吃了 對 很漂亮 做得很漂亮 而且又很好吃的 還有我們全世界冠軍的葡萄酒 樹森酒莊 這個都可以去走一走 就有好幾個景點 我大概是講了一下 我剛好有帶一個影片 請大家慢慢欣賞 我剛好有的地方 wr�啊 我剛好有的地方 我剛好有的地方 這張是警察 相當的地圖 一定要 куп起來 真的到處理玩 你對請主人物 你不能用雷彈 所以我們會把水… 我可以了解 就… 那些水… 這裡面 那些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一定要請我們檢班長來統計 謝謝 農委會有這個機會 讓我在這裡介紹外部的所有產品和景點 提升我們外埔的生產效益 也要感謝國外單位幫我們協助 所以說一定要統計就是這樣就對了 就是感恩 感謝 我以為在這裡醉我也感恩感謝我們的檢班長 給我們的節目現場 來 參與我們的節目 可以讓我們的視界所有觀眾朋友 可以認知我們的產效益的重要性 順順喔 還可以讓我們增加這個努力的景點 大家要去試圖 我們的檢班長 給你們介紹外部 很多的景點可以讓你們去試圖 真美好 我們期待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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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我們期待我們在一起 做節目 我們去看 壓力 很誇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